每天医院外都排满药裁剪的民众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 很多人都还没筛出来 看看疫情上升幅度不见爆充时上升 从25号原本的23.2%幅度 更一度飙到增加40% 27号单日增加8822例 再到隔天虽然收度破万例 但增幅往下降变28.6% 再来29号同样破万幅度确实平缓 只剩5.4% 看似趋缓 柯文哲却没那么乐观 他在脸书发文 很多人看到全国接近1.2万例松了一口气 因为数字连续两天都差不多 他却担心这只是假象数据 因为全台筛减的量能是固定的 接下来可能会进入一段PCR 无法反映实际疫情的黑暗期 阳性率突然上升 也有可能是跟我们前两天的 这个三加四的方案实施以后 那很多人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他快晒阳性以后 他可能能够出来到社区筛检站来做筛检确认 另外他也可能比较热通报 有专家呼吁应该看阳性率比较准 医师省政男就说台北29号社区 裁减阳性率是13%已经高过于去年5月疫情的最高点 目前疫情热区双北的阳性率 北市从4月22号不断往上升 代表社区的感染越来越多 北市却预估这是假象的平缓 因为筛减量能有限 而新北的阳性率也是从4月19号公布的 3.19%到4月27号已经达到13.92% 民众自主性的去降载车流人流 跟大众结局系统的使用 当然都会某种程度也反映在RT值上面的下降 双北都认为数字还没达到高峰 可吻哲更直言 北部地区可能再过几天 确诊人数超过PCR的量能 看的就是阳性率的上升幅度 筛减量能就是那么多 确诊数却持续增加 就怕黑数还很多 没有真实反映出当前的疫情趋势 TB的新闻 李延志就有宣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